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到了为你朗读的时间 今天佳琳呢 要为各位带来的一样是我的新书 早点这样想该多好 里头有一篇 篇名叫做 别让你的优秀阻碍了明天的成就 这篇里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能力太好的人 常常会觉得孤单 因为他们总忘了留下入口 让人可以走进来 最近呢我有一个学生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独立跟坚到底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是个女生 然后呢 他常常自己会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是很独立的 可是就也有人跟他讲 女生不要这么独立啦 女生应该要学会撒娇啊 叫身边的人帮你做事啊 这样才有机会 所以他有点搞不清楚 那到底我应该是属于独立的 还是我太矜了 就没有留下那个入口 让人可以靠近他 好 我被问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因为他真的只差一点点 他感觉上是很相似的 我先说他们相向的地方 他们相向的地方就是 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然后是有行动力的 而且愿意承担责任 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是相的地方 可是不相的地方是哪里呢 比如说对我来讲 独立他是知道自己的极限 他会去承认自己的限制 当他觉得不行了 自己往下再往下进行 已经超乎自己能力的时候 他愿意引入外界的资源 直到可能去找专家 或者这方面常才的人 来一起解决会比较快 他不用事事都要自己处理好 所以我觉得独立的人是有弹性的 他是可以允许别人帮忙他 靠近他 给予他资源 而且他也发现这样子 可能事情会更好 但根的人呢 我觉得根的人呢 他少了一种 就是像刚刚一样 他少了弹性 他就只有一种活着的姿态 叫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自己来 什么事情我都要想尽办法 去解决他 不会的我就去学 然后我不轻易开口向别人求助 或者是请求别人的帮忙 因为那好像就显得我不足 所以我觉得 独立的人内在其实是 因为害怕被看不起 所以他必须独立在那里 那我不晓得你身边 有没有很独立的人 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觉得很硬的人 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就拍到定 就是他也不一定是 讲话很难听 可是你会有一种 好像你怎么靠近他 或者你想要承接他 都是一种打扰的感觉 都是一种 好像我 我的靠近对你来讲 很干扰你 你最好一个人 我放你一个人 不要吵你 这是最好的距离 这样 所以我觉得 丁跟独立的差别是 一个有流入口给别人 那一个是没有 就是铜墙铁壁 这样 大家不要来靠近我 身人物尽 好 那所以回到我那个学生 女生到底要不要太独立 或者女生是不是太丁 会没用爱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是个独立的人 好 就是你其实是会懂得 找别人资源帮忙的 我希望你就保持这个样子 你有自己行动的能力 你不需要 事事倚靠着别人 然后懂得欣赏你的人 他自然会留下 那不懂的人 你就算装成小女人 然后开启了一段感情 那到最后 你还是会回到本来的样子 然后两个人 你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当初喜欢上的 不是那个温柔体贴小鸟依人吗 你怎么变了这样 那后面还是会爆发的 好 可是如果你是 你是那种 不管别人怎么靠近你 或者怎么想要理解你 都会觉得很有防备的 那我就会觉得 这样会可惜了 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它其实是会让我们更完整的 也许不是那么完美 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事情都学会 然后都做得好 我们不是完美的人 可是因为有情感的连结 我们可以活成一个 更完整的人 所以这是我对于 独立跟坚的 一个小小的看法 也透过这一篇 希望大家可以去 看看这本书 谢谢